身體綁著固定帶 靠著輔助器材 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踏 程序女子經歷車禍 持續積極復健 腳踩踏板不斷練習 四個月前 這名28歲的程序女子 原本要嫁做人父 當新娘子 卻被教育移工 開車撞傷後陷入昏迷 經過治療 現在已經可以簡單行走 因為每個醫生都很好 然後也很幫妹妹 那附近的過程 她自己的醫治也很堅強 然後一直在努力 物件中 女子已經可以做出 簡單的肢體動作 如此嚴重的車禍 僅僅過了四個月 就能行走 以及拿湯匙禁食 成姓女子原本六月底要結婚 沒想到婚禮前21天 被一輛休旅車闖紅燈撞上 造成她顏面骨折 疲借撕裂傷昏迷指數6 8月份女子醒了過來 但是後續還有復健 慢慢長路 家屬也指控 事發至今都沒有人來道歉 目前形勢已經在走了啦 接下來就是民事 我也希望說政府能重視這個 逃逸外勞的 不要再姑許他們了啦 已經很囂張了 為了照顧女兒 媽媽幾乎都陪在身旁 對比剛受傷時 程序女子握並戴窗 現在的她已經能夠 在家人的搀扶下自行行走 一路走來非常不容易 新新聞 趙建林 孫明芳 洪偉燈 採訪報導 好